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Proton 2021 年会推出什么新车 其实在去年年末它推出了 S50 之后 这个品牌就突然间安静的下来 就算到目前为止它会推出什么新车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整理一下 在 2021 年Proton 还会推出什么新车 据在今年的年初 Proton 会刷全推出五款特别版和限量版车型 分别是 S70 的 Special Edition Persona 和 Exora 的 Black Edition 以及 Iris 和 Saga 的 R3 Edition 其实这些版本都是日常的操作 所以我们就略过不提 我们要讲到的 C 肉 首先就是 Iris 和 Persona 的小改款车型 虽然说这两款车在 2019 年刚刚推出小改款 但是当时基本上只是在这个外观还有一些细节上做出改良 实际上配备并没有什么升级 而据说这一次的配备升级会非常的丰富 首先 头灯组和尾灯组都会换上全新的 LED 设计 再来就是内装会有完全的改变 换上了棕色的皮革 其全新的独立式悬浮主机 但是这个主机没有意外的话 还是一样不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而根据之前 Proton 在官方面子书公布的一项消息 2021 年世的 Iris 和 Persona 获得了 ASEAN MCAT 5 星的测试评级 这意味着什么 因为其实在之前 ASEAN MCAT 已经更新了这个测试标准 如果要获得 5 星的话 车辆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而 Proton 高调的宣布这两款车获得 5 星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 Iris 和 Persona 会有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呢? 这其实非常有可能 因为目前在我国的同级 B-Segment 车款中 大部分已经拥有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只有 Iris 和 Persona 没有 所以 Proton 这一次跟上步伐也是情理之中 预计在 Iris Persona 小改款上面 我们会看到前方撞击一颈 还有自动紧急刹车 至于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 跟主动式定速巡航会不会在这款车上面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一切要等待 Proton 官方的公布 至于在引擎方面 这两款车预计还会继续使用 Cam Pro VVT 引擎 但是变速箱会有一些改动 目前关于变速箱有两个消息 一个是更换和 Saga 一样的四速自拍变速箱 另外一个就是更换全新的 CVT 变速箱 这个 CVT 变速箱和之前的 Punch CVT 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有 Top Comportor 因此车辆在行驶的时候 这个流畅度会更好 我个人预计 这个 Proton Iris 和 Proton Persona 小改款 最有可能采用的就是 CVT 变速箱 虽然说四速自拍很耐用 但是因为 Iris Persona 它的定位和 Saga 不一样 所以继续使用 CVT 也是情有可原 目前吉利旗下的车款已经大量采用了这个名为万里洋的 CVT 变速箱 而且评价也不错 所以我相信 Iris 和 Persona 同样的也会使用这个变速箱 至于 Cam Pro 引擎 根据消息 Proton 会使用这具引擎至少到 2023 年 所以短期内我们应该不会看到 Iris 和 Persona 出现改变引擎的情况 不过这样看来这辆车的竞争力还是很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除了 Iris 和 Persona 的小改款之外 预计 Proton 今年还会推出一款全新的四门房车车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在之前 Proton 已经公开了年度计划 他们每一年都会推出一款新车 而在今年的新车就是一辆 Sedan 车型 当然很多朋友可能认为这款 Sedan 车型应该就是宾锐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因为根据中国媒体访问吉利的时候 吉利曾经表示这款新车是一款全新打造的四门房车车型 定位可能会略为低于宾锐 但是它的内装质感还是会非常的不错 并且同样采用 BMA 平台打造 这个是非常值得相信的新闻 因为目前同样采用 BMA 平台的 S50 已经在本地进行 CKD 所以未来如果生产同样平台的车款对 Proton 来讲 压力并不大 至于这款车型是什么车型呢 它很有可能就是吉利还没有发布的全新一代吉利地豪 不过目前官方没有公开太多这款车的信息 所以我们只可以预计它是一台 BGA Segment 的车款 它可能用来取代原本 Proton Private 的地位 另外同样的它应该也会采用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以及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目前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就是那么多 可是因为目前 Proton S50 的这个产能出现了一点问题 加上目前我国正在 执行行动管制令 MCO 或 2.0 所以相信这款车应该不会在近期内有消息 最快最快可能同样的也要今年的年末 我们才会看到这辆车的出现 不知道你们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虽然说这辆车还没有正式的公开啦 2020 年虽然我国遭受了新冠疫情的影响 但是 Proton 的销量还是逆势上扬 他们对比 2019 年的销量还是获得增长 所以在今年他们会更为努力 我相信主要带动 Proton 在 2021 年销量增长的这款 应该就会是 Iris 和 Persona 的小改款车型 因为这两款车竞争力应该会大大加强 至于全新的舍弹车型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哪一款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评论太多 但是相信如果它发布之后 定价维持在 7 万到 9 万年级之间 同样的也会在市场引起一阵波澜 你们是期待 Iris 和 Persona 的小改款车型 还是期待这个全新的舍弹车型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你们的按赞订阅和分享 都是我们继续做影片的动力 所以记得支持我们 好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